男人正要轻抚女孩的脸庞 可下一秒 书架上的书就到了一大片 接着一个黑影闪过 瞬间掐住他的脖子 等小谭一回头 男人近奇迹般消失了 其实他并不是九尾狐 而是幻化成形的恶鬼 为了小谭体内的狐猪前来 所幸九尾狐及时赶到 将恶鬼死死按在地上 但他并不会束手就擒 整个身体趴在九尾狐身上 而后用力掐住他的脖子 关键时刻 九尾狐使出浑身解数 膀子一甩 就把恶鬼扔到了墙上 煞时间昏暗的厂房里 只剩下了九尾狐的身影 喘息之间 恶鬼从身后袭来 用绳子狠狠勒住他 眼看就要没了呼吸 恶鬼正准备逃走 却被男人一个瞬意再次擒住 随之消失在空中 而毫不知情的小谭 还在傻傻地问他 怎么突然不见了 听到九尾狐关心的话 小谭开心地和不拢嘴 完全没有留意到 九尾狐心事重重 小谭一个猎起 正好撞到了九尾狐怀里 而九尾狐突然约小谭去旅行 却是为了取出他体内的狐猪 一路上他不停地和小谭拍照 想给这段感情画上圆满的句号 不知情的小谭玩得非常开心 两人接吻的瞬间 一颗闪着红光的珠子飞出 回到了九尾狐体内 最后一刻 小谭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 小谭从家中醒来 弟弟也忘了他曾经搬出去过 然而他根本没有失忆 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里 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而实际九尾狐也不好受 一个人幻想着小谭还在的日子 这时门铃响起 一走到门边耳畔响起 可他一开门才发现是狐妖 期待的小眼神 意识不知看向何方 狐妖一眼看出了他的心结安慰他 既然取出了内单就别再想了 赶紧振作起来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且也没多少时间了 可九尾狐根本放不下他 还请狐妖继续守护小谭 而小谭回想起九尾狐的坦白 自己不过是被抛弃的消耗品 便决定要把之前没做的事情 都要做个够 这个女孩八百年没吃过鸡腿似的 不停地吃吃吃 完了还不忘做两家 最后配上82年的柠檬皮姐 旁边的朋友都惊呆了 没想到小嘴这么甜 接着他又带朋友去KTV嗨皮 此刻看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跟着一起嗨皮的 可狂欢过后小谭却感到很失落 不自觉地想起伤害过他的九尾狐 而后又下意识地走到同居过的家 第二天 小谭还在为自己的单向撕赶伤 偏偏天空下起了大雨 还真是悲情戏氛围啊 就在他准备冒雨前进时 一把大伞替他遮挡风雨 而这人 正是他日思夜响的九尾狐 小谭看着他有些难以置信 可以想到他之前的决绝 这次相遇也只是偶然吧 小谭假装失意地向他道歉 本以为这样就结束 可当上课时 同学们突然一阵激动 告诉我这不是幻觉 九尾狐竟然走了进来 成为了他的历史课教授 既然九尾狐还能用倒数 是不是还没变成人类呢